在掌握了强弱侧无球防守后 可以进行7点无球防守的位置训练 第一,强侧的无球防守 防从地位摆脱向45度角移动 第二,Bruff 假装斜防突破球员 重要的是不能漏掉移动到零度角的球员 动作要领事要利用手瞬间干扰球 当突破球员意识到他将要斜防而减速将要传球时 防守球员马上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上 手要在传球路线上而不是身体 第三,防低位接球 手至少挡住进攻球员面积的四分之三 如果进攻要求人能力很强 可选择绕前防守 动作要领事 前脚坐轴,后脚绕前 坐在进攻要求人腿上 一手向后感觉到要求人的位置 另一手抬起防传球 第四,当进攻球员从低位向弱侧移动时 防守队员应选择防守弱侧的位置 而不是跟着无球队员移动 第五,close out 防守球员应该选择球在空中时完成移动动作 第六,防有球便无球 选择移动到弱侧斜防位置防无球 第七,防弱侧空接 主动用身体对抗 第七,防弱侧空接